天心園设计的创意是来自北京东奥组委 国家建设部的沈谨副部长 他从和我们设计交流的时候 率先提出来天心的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有很多的好处 第一个就是大大减轻了 悬条部分的结构的拓载和重量 这样的话使这个结构的悬条部分 就是说没有柱子支撑那部分 重量减轻之后会减少很多结构的 计算和施工的难度 同时对室内的空间会带来很多的灵活度 首先在悬条的薄的这一侧 也就是靠近我们场地这一侧 可以组织一些观众的参观 鸟看景色 观景和餐饮 咖啡等等这些观光的功能 然后同时在后面 在这个背后一侧 因为加大了它的空间 可以形成一个500人的 一个报告厅的一个规模 可以举办一些论坛 展览 会议等等 很多很多这个别的功能 所以这样的设计会给这个整个这个造型 也带来很多的灵活和这个创新的这样的 从视觉上也会更加的舒适和这个美观 对我们相信这个国家交易化学中心绝对不会是仅仅为16天多万会建造的一个场馆 因为这样的地标性的建筑 以及我们创新性的和这样非常考虑的非常丰富的这样 为赛后考虑很多的这样的设计和建造的过程 建造的这些手段 能够使这个场馆在赛后在未来能够大有可为 能够带动地方的这个经济发展 带动我们的旅游产业 带动翻译人参与并写运动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在前期设计当中和我们建造过程当中 也充分考虑和充分的这样给我们希望能够落实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